斗大雨地不斷打在這雨棚上 民眾不但要撐傘 還要穿雨才能勉強通過 地面出現大量積水 主辦單位趕快拿出輕便 以現場發送 元首冒險趕到宜蘭元山 參加環保路跑賽 但已股市過大 活動臨時取消 還是蠻失望的 反正想說可以來跑一下 但這雨實在是太大 元首人滿臉失望來到現場 才直到路跑取消 只能冒著超大風雨 拜信而歸 另一邊在武捷鄉景仲村 寒東下道路被淹成河流 積水淹過轎車輪胎 甚至還有一名男童 在水中苦中作樂 在積水的道路游泳 甚至拿出一顆球在水中丟植 而市區宜蘭橋下河濱公園 停放轎車全部都被滅頂 只剩車頂依稀可見 整座停車場在大雨後變成依稀 根據中央氣象級統計 宜蘭必須單位餘量都突破一百五十毫米 大同鄉累計餘量甚至超過四百毫米 有記憶中沒有颱風登陸 河濱的那個宜蘭河的水位沒有這麼高 沒有水蓋 公棍石流覆蓋整條道路 路面上堆滿砂石跟樹木 包括疑十六線、疑二十二線 北橫公路、台七甲中橫公路 以及多處縣道 都出現攤方積水道路封閉 蘇滑公路則是一夜四次攤方 水部持續夾帶吐石淹沒路面 讓搶修進度非常緩慢 轎車整輛墜入溪流 只剩車尾冒出水面 一旁堆滿碎石跟路基 在大紅香牛豆橋路段路基塌陷 整條馬路缺了一大塊 駕駛開車經過直接掉了下去 還有公路局人員及時將他拉了上來 驚險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但包括因是太平、茂庵、四季、南山 武村成為孤島 前後道路中斷 約兩千居民受困無法進出 炎日豪雨讓宜蘭居民措手不及 各地陸續傳出驚人災情 記得林醫生 許志成 宜蘭報導